OK 所以最近呢这个Apple呢 他就有更新了iOS的事 然后这个带来我们打广告的人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在这个视频呢 我会告诉你他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然后他是怎样操作的 还有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对抗这个问题 OK 所以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 你会学到怎样去对抗这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Team Code呢 他就是Apple的CEO 这个Apple CEO呢 他就出了一个东西 就叫做他们要保护他们Apple user的那个影响 大家都知道Facebook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平台 还有玩我们的数据 他懂你喜欢吃什么 几多谁住在哪里等等的数据 他比你的另外一半还了解你是谁 OK 所以他出了这个东西 就是他可以给Apple的那个user 每一个人他都会跳这个信息出来 他会问OK 这样子你要给Facebook追踪你吗 OK 如果你是你的话 你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不要追踪我 因为为什么呢 没有人一个 没有一个人喜欢被追踪的就像一个CCTV在这边 一直跟着你 OK 上次说的时候也是跟着你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他都会选择那个not to check的 OK 所以not to check代表着什么 所以我就在这边告诉你一下 OK 所以他对我们是很大影响的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人啊 他们现在都是用电话的 很少用电脑 大多数的买东西电电话 Apple user也是很多的 你可以看你身边的朋友 至少10个有3 4个是用Apple的 OK 但是我不是用Apple啦 我只是用 华为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 到底他是什么东西来的 在这里我就会跟你解释了 今天呢 Facebook呢 比如讲今天你滑手机的时候 你看到了一个网站 卖衣服的 你就按下去 点进去去到这个卖衣服的网站 然后 如果你知道Facebook的话 Facebook 是有一个东西叫FacebookPixels的 这样子FacebookPixels是什么 FacebookPixels就是很像一个追踪器这样 OK 很像CCTV啊 你想象他是一个CCTV 我在我的KKON的YouTube 有分享过的 OK 你可以看回去我的YouTube 关于FacebookPixels的东西 所以呢 小明呢 他就去这个衣服店 这样子这个Pixels哦 他就会去 收集小明的那个数据咯 他就看到你哦 原来你现在是 喜欢衣服的 所以你过后你就会看到 很多衣服的广告 OK 这个就是FacebookPixels 然后呢 这个FacebookPixels呢 他就是收集你的数据的咯 他收集了过后 他看你到底有没有购买啊 或者是你加入了购物车 可是 没有付钱 他这些东西他都知道的 所以他都是得到数据的 但是呢 如果有出了这个IOS的话啦 代表什么 OK 代表什么 代表着 今天 小明的数据 OK 你普通的话啦 你可以看他是会收回去 把这个资料发回给Facebook的 可是现在的话就是不会给你去 知道这个数据 所以Facebook他就少了很多数据 他就不懂 小明原来他是喜欢 那个衣服的 他也不知道小明到底有没有在这个网站购买 他也不知道 他购买哪一个衣服这样 OK 所以明白吗 所以你想象一下 Apple user是有很多的 所以造成什么呢 造成整个 targeting哦 就没有这样准了 OK 他造成什么东西 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造成Facebook他不会得到更多用户的数 数据 因为Facebook的Apple user 他可以选择不要给人家拿我的数据 第二就是targeting变少了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Facebook 拿不到很多数据嘛 所以他的 在Facebook里面的设定也会变更少了 第三就是algorithm也是变少了 就是讲今天没有这样的数据 algorithm是怎样变很强的 OK algorithm是要有很多数据 他才懂 到底这个人是喜欢什么 所以我把这个广告给你看 可是今天他是少了数据 所以他就没有这样聪明了咯 所以targeting可能也是会变了 没有这样好 第四就是广告数据会变迟 代表着你今天你打广告时候 你有很多数据的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有了这个iOS的这个update了过后啦 可能你就做到就是你 看不到有那个销售咯 比如讲小明他去那个刚刚那个衣服店 他买了那个衣服 可是 因为 他不可以send回给Facebook那个数据嘛 OK那个网站send不回去 所以导致到 Facebook不懂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买 或者是可能不准了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带给我们的影响 关于iOS这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不只是iOS 罢了就是讲今天 你在Apple里面的那些 store那些app啊 他也是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是暂时是Apple啦 Android的话 可能他们也是会出这个东西 OK因为越来越多人是很保护他们的隐私了 OK所以 所以在这几年哦你都会看到很多很多这种消息出来 这样子对我们这些打广告的人会有一定的影响啦 OK因为我们有很多数据嘛 OK所以这个是Facebook的official的那个 文章告诉你要怎样去解决这些东西 OK你可以在我下面有放一个link啦 你可以再去那边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我跟你讲他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as more people choose to assist the tracking of ios 设置 device the size of app connection custom view activity may decrease OK代表什么呢就是讲 刚刚讲的就是他 track不到这样多 activity 了 OK因为 iOS 的 user可以去保护他们自己的 data OK过后呢这个就是讲 你可以去 去选择8个最多8个conversion的event per domain 这些是给有网站的朋友 OK有网站的朋友如果你是 因为在 打广告时候我们可以优化一些event的 比如讲你要lead 你要很多名单你可以选择lead 这样Facebook啊就给你很多lead 如果你选择purchase你要优化你广告 得到更多销售的话 这样子他就会有更多purchase的event OK所以到现在的话呢 如果你要retarketing的话就会比较 比较比较难了啦 因为没有什么数据嘛 你不懂很像刚刚那个小明有没有买 买那个东西 所以呢这个Facebook他就会注重在8个 重要的event 罢了 OK所以你不能太多的event 不然的话Facebook他不能 这样准确的report给你知道 OK那他要叫你去verify你的domain 如果你是有网站的话 给那些没有网站的朋友啊就是 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的 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所说的就是 我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多数据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们喜欢什么 OK 可是我相信Facebook他会去处理这个东西的 我会去优化里面的system OK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用organic的方法 OK用organic方法 organic方法是什么意思 就讲今天你不要用广告的方式咯 你可以做内容 OK做内容去 让你的贴纸给更多人知道 第二是很重要的创建group OK我们永远要知道广告 不要把广告变成广告的平 广告的广 不要只是用广告去得到客户 你只是要利用这个平台 作为一个平台去得到客户的资料 OK然后你再build你自己的group build你自己的那个community OK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有比较长久的 比较有自己的数据 大家明白吗有自己的数据 这个东西是我 在还没有这个东西讲出之前啊 我都已经一直在我的 跟我们的学生讲了的 今天你们要去做group 你们要去build你的那个customer的base OK然后你可以做 influencer marketing influencer marketing就是你可以叫那些网红 小网红去推广你的东西 我来推广你的东西因为他们也是有 粉丝有audience OK你要选对啦 OK 第四就是用email marketing email marketing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email list 电子邮件的list OK去 promote我们的东西有什么update的话 你就可以发给那些之前有买过你东西 或者是他对你东西有兴趣的人 OK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email marketing的话 你是有数据啊 所以你不用只是靠facebook罢了 OK过后就是内容营销咯刚刚所说的 所以呢今天我有一个group叫面子书广告交流区 你们可以进这个group里面我会share很多东西关于 面子书的OK 你你可以去里面学习 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 instagram 你去skk on就会有了啦 Facebook也是 所以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OK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今天 方法是有的就是你不要把它只是当成广告吧 最重要是你要去 把它变成一个 平台借用这个lead 去得到更多的user build自己的平台 OK你的email啊你的 啊你的群啊Facebook group这些 OK你都可以去创造的 OK然后 影响的话是有一点的 OK可是目前的话 啊我们还不知道 会不会很大的影响 OK所以这个影片到这边 所以你可以去 赞这个 video subscribe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OK然后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会分享更多关于 internet marketing online marketing Facebook广告 YouTube广告 这些东西告诉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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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